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 Night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比特币昨天依然走的是一个震荡行情 最低跌到了42,150 最高涨到了43,332 然后到现在依然还是维持在42,680附近震荡 山寨币们都纹丝不动 等着比特币给方向 用社区指标图来看 比特币在大通道之上 在小通道于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下 结合昨天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只要还能维持在40,400以上的话 比特币就依然有机会向上冲击哦 我来判断的话 狗庄大概率还是在看市场情绪 如果大部分人都开空的话 狗庄肯定会向上拉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开多的话 那跌破40,400到38,000去也是有可能的哦 既然是这样 市场目前是什么状态呢 大部分人对接下来的行情是怎么想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大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说 马丁路德金诞生日 今天美股不开盘 截止目前BTC也没有出现太大波动 好 这提阿菲罗提大的主妇 昨天美股相当于是修盘哦 那这样说的话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行情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看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这些相提水平是我们今天本周做空的三个位置 第一个做空的阻力位是 43475到44 第二个做空的阻力位是 45900到46678 最上方那个做空的位置是50700 然后接着说 这是当日交易的本地支撑 他画的支撑位是 41100到41300 再下方那个支撑相提是 39575到40200 然后他给了一个多单计划 就是让大家在40200 那个区间范围内去接多 最高的话看多到45925 空单计划是让大家在 43665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4000 最终几位的话放在39226 第二空单计划 是让大家在45802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7550 最终几位的话放在39244 所以我来接着说 这是我的锁到级别 要导入的图表 接着他又给了一个 大时间框架上的空单 就是让大家在49831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52058 最终几位的话放在26310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他最后这个空单 是长线计划 他认为比特币如果回调的话 有可能会回调到26000附近 相当于接下来走势 反弹只是暂时的 最后还是会下跌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米哥 他昨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说 OP刚好回踩到双红线的支撑位 后续观点不变 目前持有现货等涨 1.95件仓 3.05和2.98加的仓 比特币减半后 BTC挖矿成本在38000左右 是不是后面很难低于这个价格了 矿商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来保持价格 减半只剩下90多天了 比特币的挖矿成本都到38000了 然后昨天下午4点半时候 米哥接着说 OP歪歪一下 不要看图的横坐标 看一个基本思路就行 关注点 价格探索 市值低估 值得参考 如果跌破红线 我会开启做工思路 涨破43500 这个剧本的风险彻底解除 目前没什么可担心的 只是个plan B 这个剧本密切关注 看看今晚美股开盘后如何 这周如果不日天 问题比较大 密切关注起来 所有仓位继续持有中 好 这是米哥的观点 他画的这根红线 目前对应的价格是 42585 他认为如果低于这个点的话 比特币他就会全面转向看跌 极端点来看 40400一定不能跌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Daniel 他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说 仍在同一范围内进行 他画的这个范围就 41300到43925 然后昨晚9点半的时候 他说 山大币现在情况也差不多 只是在横盘整理 等待比特币的走向 对我来说 我仍然会关注其他币种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有人问他 你说的区间低点 是指新周线下方422区域吗 然后Daniel回答他说 如果我调出 从12月23号开始的成交量区限 为4088 然后有人问 您之前说过 阅读NPOC36975是一个大之声位 现在还是吗 然后Daniel回答说 对我来说 36975NPOC仍是大之声位 接着有人问 就在我们从46大跌之前 你宣布我们即将走低 在我们下跌前的那一刻 你读到了什么 所以我Daniel回答 对我来说 那一刻是从重要的NPOC阻力位回落 回到区间内 ETF接受导致散户FOMO 等于良好的流动性 让更大的玩家填补空头 价格下跌 然后在金零人3点半的时候 他说 CCV设置成功 BTC到达目标 以小型SFP结束 相当于今天的高点43003 他提示大家了 然后接着说 CME差距仍然存在 就在今早5点钟的时候 有人问他 当您说CCV设置成功执行 因为现在比特币击中了目标 这样的话时 我们能否得到一两句解释 随后Daniel回答他说 这只意味着BTC到达了PDVH的CCV目标 非常LTF更看跌 CME缺口可以作为NPOC的 另一个汇合水平 好至图表冠军 Daniel昨晚到今早的发言 相当于总体来说 比特币今早确实回补了一下 43235那个CME缺口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山寨币们都在观察比特币的走势 小范围类的高点他告诉大家了 目前总的来说 Daniel没有明确方向 大方向上Daniel没说什么 他同样在等今晚美股的开盘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柳玉东 他今早11点钟的时候说 人民币再次上涨到7.2附近 将使外贸从最强走向更强 好柳大这话就是讽刺 他认为人民币会到7.6去 是吧 今天如果美国特朗普当权的话 全球都开启大印钱 汇率肯定会剧烈波动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0-69,000是超级循环一浪 69,000以来是超级循环二浪 超级循环二浪内 69,000到15,476开始是A浪或W浪 15,476开始是B浪或X浪 其后是C浪或者Y浪下跌 一小时范围 从48,969开始下跌了三段见灰线 红线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红线的第三段的两倍 灰线难以发展成为向下的推动浪 更有可能是下跌三段 415,000尚未出现见顶迹象 看作灰线的反弹 较低的压力在红色区线 43,740 红线反弹之后再跌一段是正常的 好 这是柳一东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相当于他对下一个波段更看跌 他认为上方的阻力位是43,740 前天跌到41500并没有见顶迹象 相当于大家还是要关注 40,400会不会跌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V 他昨晚9点钟的时候说 按计划进行 几分钟以后上传LTF图表 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下一个波段会反弹到45,500去 然后再下跌回带到40,500 接着再反弹到46,500去 他画的线的底部是40,500 这个位置和柳一东重叠了哦 随后他接着说 我们本周的目标是44,000的F1机 橙色方框为进入点 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仍在冒险探底 比特币正处于阻力位 这里也有被拒绝的可能 第二个橙色方框42,000 是本周多头MS后的实际入场点 因此没有进入的人不必惊慌失措 相当于他让大家在第二个橙色方框 对应的价格是42,000去接多 这波反弹的目标他看得到44,0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V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WWG金牌分音师Waltz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Waltz昨天的爆单 看一下他准不准 他昨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ETH的多单 开单价格2386.7 止损的话放在2308.5 这一单相当于是一个挂单 并没有吃到 接着在昨晚10点半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比特币的限价订单 40,770开多 40,164开多 止损的话放在38,967.9 相当于这一单也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数字大家记一下 很多大佬都看到这个地方了 是吧 接着在今早5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ETH的限价订单 2460开多 止损的话放在2308 2%的止损风险 他给单之后 今早ETH最低跌到2,500 这一单同样没有成功 接着今早7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INJ的多单 限价38.94 止损的话放在37.8 今早他给这一单的时候 INJ最低跌到了39.786 相当于这一单同样没有开起来 好这是WATS的报单 相当于他昨天报了4单 4单全部没有接到 WATS还是太保守了 生怕跟单的人亏一分钱 只想极限接针 这个报单风格跟CAP的船长有点像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WATS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今早6点半的时候说 XRP观点目变 仍在寻找0.74的现货目标 XRP目前价格是0.575 相当于亚瑟认为他会涨到0.74去 然后在今早3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ETH的交易计划 他说ETH我购买了25%的仓位 入场价格2212 TB的话放在2500 现货目标在2700价位以上 收益略高于23% 保持亚瑟对ETH的观点 相当于他ETH的现货拿了2700 这是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瑟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报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多 但是多军相较于昨天来说 确实变多了 量能的话并不大 只有1.5M 空军的量能最高有2.5M 集中在的地方是43290 装上涨到43300去 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报完 下跌到422去 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报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报价图 在目前下额附近 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强 但是在4500那个地方 有个量能柱一柱青天 他们的量能接近有4.1M 感觉他们在这个图表上 显得非常的突兀 狗装会不会放过他们呢 有本人像金箍棒一样 再涨一涨到5M趋势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跟比特币反过来了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看我视频很久的小伙伴都知道 一旦比特币跟以太坊不同步 狗装就要搞事了 装跌到2500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报完 上到2550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报完 开多人的量能最高有2M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报价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开多以太坊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多军主要集中在2300附近 量能的话有2.7M 空军主要集中在地方在2600附近 量能的话有2M 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看好以太坊的是吧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